Hello 我是Joanne 我是Life Long Animal Protection 今天我想和Tom 跟大家分享一些 訓練狗仔的簡單而實用方法 其實訓練狗仔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樣可以令狗仔很有自信 和可以令狗仔沒有任何問題行為 和大家可以很快樂地相處 成為一個很好的家庭成員 很多狗狗主人都有一個問題 狗仔會扯著繩子 我們叫作剉繩 為何可以令狗仔不扯著繩子 首先要令狗仔知道 扯著繩子不能去到牠的方向 只有繩子鬆時才能去到牠的方向 所以首先你拿著繩子 如果現在牠緊 你就不要動 站定 當繩子鬆時便會走 一鬆時便會走 如果繩子鬆時 甚至可以和牠跑 令牠很開心 可以知道原來沒有繩子 沒有壓力在頸上 其實牠可以走得很開心 記住 當狗仔扯的時候便會停 鬆時便會走 扯的時候便會停 然後鬆時便會走 這樣便可以了